在距离鹿尔岛市市区车程45分钟的地方 有这样一个淳朴的海湾小镇 整齐市 我身后整齐地排列着日光干燥的沐鱼节 沐鱼节是日本传统的沐鱼加工工艺 也是日本料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食材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 如何使用沐鱼节提炼日式高汤 成黄金色的日式高汤 由食材慢火提炼而成 作为重要提味料被广泛使用在各式料理中 是日本料理鲜美的根源 整齐市拥有日本国内屈指可熟的鱼杆 沐鱼捕获量也在日本位居前列 切干煮好后的沐鱼经过熏制 烘干 长煤 日光干燥等繁琐的工艺后 最终变成为沐鱼节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探寻一下日本料理美味的精髓 沐鱼节的秘密 整齐市内就有这样一家备受爱戴的老字号 沐鱼节 近70年不改初衷地销售着沐鱼节 在店内您可以看到各种沐鱼节 以及使用沐鱼节制作加工的沐鱼特产品 提前预约还可以体验手销沐鱼花 这个沐鱼花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火 这个沐鱼節削るのって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すごく硬いでしょ そうですね 硬いのは日本料理が美味しいと言われる 旨味という調味料が ぎ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る証拠なんですよ 这个ウマミ在我们中文 应该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基础調味料 应该是日本料理的精髓 锅中放入海带与水以中火加热 当锅底开始冒泡时取出海带 一口气全部倒入沐鱼花 沐鱼花下锅 香气释放出后便可熄火 煮得太久会发苦 沐鱼花沉淀后 在筛网上不好过滤纸 慢慢过滤 过程中若挤压 搅拌 汤汁会浑浊而不清澈 亦会影响鲜味 只能浸带汤汁自然滴入碗中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鲜 色は黄金色で 日本の食材のそのものの味が 入っ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鰹もですね 脂の少ない 純粋に出汁が出る鰹を 厳選してまして 本当に味だけを楽しめるような 鰹節を作っております 那在日式料理中呢 我们讲究一个原汁原味 包括呢 这个沐鱼花 我们也是精選的最好的沐鱼 枕崎はですね 鰹節をですね 日本で一番作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日本の料理の美味しさの秘密が 知りたければですね ぜひあの枕崎にお越し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从鲁尔島市来整齐市 可以乘坐椎ア列車和巴士 整齐站前 可以租借電動单车 更方便周遊整齐市街道 如果你想品尝木衣料理呢 不妨走訪整齐港口旁的整齐鱼市場 这里还可以动手体验 稻草新烤的整齐特展 木鱼刺身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亲自品尝一下 刚才我自己熏制的木鱼 那我就开始了 刚才经过三面的熏烤呢 这个鱼皮的部分呢 已经被烤熟了 鱼皮的部分呢 非常的香 而且这个鱼肉呢 又特别的紧 咀嚼起来呢 特别有口感 在整齐市场 除了可以购买到很多 和木鱼有关的加工产品 也可以购买到很多 当地整齐的土特产 如果您想更深刻地了解 木鱼以及日式高汤的奥妙 不妨亲自到整齐来玩一趟